好,我們即將進入所謂的槓桿原理 這個槓桿原理到後面的簡單機械也要用 這邊有一個平衡的模擬的動畫 讓各位去了解我們的平衡 好,來,我這裡放一個五公斤重 放個五公斤重 把它拆掉,那你就傾斜啊 因為現在只有逆時鐘逆矩 所以就逆時鐘轉 然後我如果在這邊,這裡是五乘一,所以是五 所以我如果十公斤要放在哪邊 要放在0.5 它就會平衡 因為這時候順時鐘也是0.5乘以10也是五 所以順時鐘等於逆時鐘它就不會轉動 它不會轉動 然後呢 那這裡如果放一個在這裡再放 這時候變成逆時鐘有五乘二叫做十 五乘一叫做五乘五 比逆時鐘的10乘0.5還要大 那這時候我們的十下方法才會平衡 那這時候我們的十下方法才會平衡 十下方法在1.5的地方才會平衡 它就才平衡 好,所以這樣就告訴我們說平衡的時候怎麼辦 順時鐘力矩要等於逆時鐘力矩 順時鐘要等於逆時鐘它就會平衡 順時鐘大就順時鐘轉 逆時鐘大就逆時鐘轉 這就是我們的講的話 如果順時鐘力矩等於逆時鐘力矩 東西就會平衡就不轉動 就是沒有力矩就是不轉動 力矩就是促使它轉動的物理量嘛 有力矩就會轉 沒力矩就是不會轉 如果順時鐘大就是順時鐘力矩 如果逆時鐘大就是逆時鐘力矩 有逆時鐘力矩就逆時鐘轉 有逆時鐘力矩就會順時鐘轉 就是這樣子 這是動畫所顯示的 那麼以後要請你算盡力平衡 就是順時鐘要等於逆時鐘 那兩個相等 所以呢 我可以利用這個方法來幫助我轉 就是所謂的槓桿原理 像這個影片裡面所顯示的一樣 在這裡 我們試著用各種的方式 將書擺起 以保險放滿的作用 掀取一本教育的書 已經放在桌上 然後將小指放在靠近書底座的邊緣 用直接台 比較費力 直接台比較費力 現在做了槓桿 現在做了槓桿 放在靠近書底座的邊緣 然後將第二支筆伸進書門下 以第一支筆為支點 其中簡單的槓桿 用小指把第二支筆的尾端向下壓 設法將去台啟 社會比較省力 可以發現 因為它力比比較大 用力量輕鬆的台啟書門 這就是槓桿原理的利用 好 這就是所謂的槓桿原理 就是這個 叫做槓桿原理 我喜歡的教法叫做 事實中力取等於 歷史中力取 你平常看到的叫做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可是如果你寫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那原來只有幾個力 兩個力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用事實中等於歷史中 就可以有不止兩個力 所以我比較喜歡 事實中力取等於 歷史中力取 不過你們通常都是被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 抗力幣乘以抗力 這個其實就是功能原理 然後這個往下拉 這個會往上抬 然後這裡有個角度 然後呢 所以這就是我的力的位移 所以我的施力乘以我的位移 這個位移就是這個長度 然後乘以這個關係 這關鍵叫三角函數 你不要管它 就是我的 我的這個長度 我的這個力的長度 L1的長度 然後它也有同樣的關係 所以變成 我的增加的 我的做工 我旁邊是我的做工 等於我能量改變 MGH WL2乘以X 就等於FL1乘以X 然後X就消掉 所以叫做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 抗力 所以它其實就是功能原理 我講過了 功能原理就用在你後面這些公式上 只是你通常不這樣子想 不這樣子解釋 那其實就同樣的想法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你就給我背 施力幣乘以施力等於抗力幣乘以 抗力 這叫做所謂的干擾原理 然後以後就是找到力幣 找到力量 然後相乘 然後左邊等於 右邊 然後它就算出來了 這就是你的做法 OK嗎 可以嗎 可以 很好